还有我是葡萄 今天要来看 猎魔者觉醒的一些广 呃 呃不是不是不是 猎魔者觉醒的讲错了 倒是出关的一个广告 呃这个广告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但是他跟之前的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再看这个广告 而且各位看一下这个资料夹吗 我接到广告哇靠一大堆 呃有些有些还是重复的 代表说他真的吸很大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只广告吧 呃我开大声一点来 哦买不到ps5来预约试试 ok 好各位先看到这边 有没有发现这这个这只广告吗 跟我之前接到一则是一样的 哦我记得是在这边吧 你看 有没有有没有一样 然后他前面他前面只有多一段话吗 说什么买不到ps5来预约试试 ok 我们先看回那则 ps5吗 呃哼 诶等等等等这只广告也有点不一样 各位没有发现他下面 各位看一下他下面有一排字吗 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 实际奖品为抽奖制 中奖人数限制为50人 他这则 你们是临时有改吗 请问下广告上是临时有改吗 这则是我之前最早接到的 然后他下面没有那一排什么限制50人 然后什么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之类的 所以你们临时有改就对了 你们临时有改吗 送福利吗 一样是70%吗 switch套装 ok 游戏点卡 ok先看到这边啊 所以你这则广告 你们说预约吗 预约抽中switch跟iphone手机 请问下你前面这段话是讲干话吗 买不到ps5来预约试试 所以是说买不到ps5 买不到ps5 所以来预约 预约来抽switch就对了 你们是这个意思吗 你们的逻辑会不会有点怪啊 买不到ps5 然后说预约抽switch 哇靠 这广告是谁做的啊 真的有够 我觉得逻辑真的有够 我不想骂人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逻辑真的很有事 真的超级有事的 买不到ps5 所以预约抽switch 而且我想 我住在台湾嘛 那这则广告竟然是在台湾地区播放 我们就以台湾来讲好了啊 在台湾 在台湾嘛 你还会买不到ps5吗 在台湾除非你没有什么钱 你比如说你可能还只是个学生 没有什么钱 当然买不到ps5 或者是说你可能住在比较山区的地方 山区没有ps5装卖店 然后要网购的话 有点不方便的话 买不到ps5 那请问一下 谁在台湾谁会买不到ps5 哦 这这则广告在投放出来的时候 能不能先想一下你投放的位置 到底是哪个地区啊 所以我真的觉得很有事 真的超级有事 买不到ps5 预约44 这种噱头吗 这种噱头真的是 浮夸的要命 OK我们继续看回来 70%嘛 啊 switch 70% OK 50%的几率 得到苹果手机嘛 前几天我看到一则网友的留言嘛 然后那一则留言嘛 我不能说他错 他那则留言是这样说的 我会把那则留言贴在右上角这边 他那则留言大概也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 抽中的几率是70%跟50% 不代表说是预约的玩家的70% 或者是50% OK 他说的是几率性的问题 好 的确啊 70%跟50% 不能说全部 他这样子说也没错 35万人 70%的几率 不代表说真的有70%的人会得到 可能那几率会低一点 就是说跟实际人数不符合 但是我想 我想反问一句话 我想反问一句话 就是说 70%的几率难道不够高吗 好不要算70%好了 算50% 算50%就好了 50% 之前我有做过一部影片 有算过给各位看 那时候35万人预约嘛 对不对 那部影片的说图在这边 24万5000人抽中Switch 13万5000人抽中苹果13 在预约人数35万人的前提下 我们不要看什么24万13万 OK 我们拿5万台就好 5万台好不好 就5万台就可以了吧 50%的几率 我们算苹果啦 50%的几率 35万人的预约 50%的几率要抽中5万台苹果 应该不难吧 几率没这么低吧 几率没这么低吧 35万除以5万 7 7分之一的几率 7分之一的几率而已 比刚刚说的50% 2分之一的几率 还要低很多吧 那5万台 就算5万台好了 就算5万台 我们算一下 苹果手机 1台2万 然后要5万台的话 大概要多少钱 5万人 5万人预约会拿 抽中苹果手机嘛 然后1台2万 1台2万多少 个时百千万 10万百万千万 1亿 10亿 10亿嘛 所以这个是几率上的问题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 几率上的问题 重点是代理商 代理商到底拿不拿得出来 我们不要看什么 24万13万之类的 我们就算 就拿5万台来讲 5万台啊 刚刚就说了10亿 10亿台币的金额啊 哪间游戏公司 台湾哪间游戏公司的代理商 可以拿出这个金额的 是不是广告不止 是不是胡安到爆啊 事后投放广告才在下面加那排字嘛 什么中奖人数限制为50人啊 然后解释权归什么主办方所有啊 是怎样 自己说了大话 自己说了大话 然后再临时 自己 自己投放广告说大话 然后临时再投放另一则 加了一排解释的字 这个不就很明显了吗 说一套做一套 说出来你们你们接游戏吗 然后投放广告有什么原则吗 有原则吗 一个比一个还唬烂 一个比一个还唬烂 所以那一则留言 那一个网友 我不会说他错 真的 他只是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并不会说他错 因为他说的是几率上的问题 但是我们既然算了几率好了 我已经把刚刚的中奖几率 都都已经算得很低了 但是这些金额 这些金额 游戏代理上拿得出来吗 好35万人预约吗 我们不要算50% 不要算50% 我们算个5%就好不好 算个5%就可以了 35万人预约吗 那我们乘以呃5%吗 5%就是要算0.05 0.05 多少 17500 17500 17500吗 再乘以呃2万吗 3亿 3亿 3亿5千万 3亿5千万的金额 哪间游戏公司的代理上拿出来 我已经算很低了吧 算5%哦 就算5%就好了哦 那这些的我都是有算过的哦 我都已经算到 我都已经把机力压到5%了哦 5%哦 到底多少钱啊 到底多少钱 3亿5千万 谁拿得出来 请问一下哪间游戏公司 就算是台湾的大游戏公司好 也拿不出来好不好 所以这个这个真的不是机率上的问题 真的是广告浮夸广告不起广告造假的一个问题 所以真的不要再说什么 又不是70%或50%的玩家会抽中 他只是机率上的问题啊 那即使我们把机率嘛 我们把机率压的再低 我们把机率压的再低好了啊 他们也不可能拿出来好不好 OK我们就在我们就在压低一点 我们就再压低一点 0.5%可以吧 0.5% 刚才算是5%吗 我们算0.5%好了 3500万吗 一间游戏公司能不能赚这些钱都不一定了 这些钱他拿出来吗 这些福利金 这些他广告说要送给 送给抽中的玩家的这些金额吗 拿得出来吗 拿得出来吗 OK那我们再退一步来说吧 我们再退一步来说 他说50%跟70%的机率 我们刚刚把机率都压得很低哦 可是他广告上面说的是什么70%跟50%的机率 会不会高的太夸张了 高的太夸张了吧 对不对 是不是广告浮夸造谣不实 70%跟50% 就像刚才前面说的嘛 下面还有一排字说什么中奖人数限制为50人 但是之前截到的 之前截到的 他就是没有啊 他就是没有啊 所以他在投放广告这点 是不是应该也要负责才对 你投放个不实的广告 应该要负责吧 这个要叫什么 诱导大众还是欺骗大众啊 我没有我没有唬烂哦 我也没有说什么造谣之类的哦 我证据都贴在这边了 不要说什么 我这个人讲话 讲话是不是没评没据的 证据都在这边 刚刚也算给各位看了 我都是一条一条算给各位看了 呃 没有没有唬烂 没有造谣 哦 这些证据都在这里 所以麻烦真的社会大众要清醒一点 越浮夸的东西 你就不应该去信他 这 大部分的手机游戏 大部分的手机游戏 特别是一些明星手游 哦 他们投放广告 浮夸要命 然后都是 都是一些骗人下载手段而已 这种手法就应该去抵制 而不是说什么 哦我们要给人家一次机会啊 之类的 啊说不定 啊广告浮夸就算了 说不定游戏嘛 游戏真的很好玩啊 哦 我们不要去信广告 我们信游戏本身好了 如果游戏本身 哦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游戏本身真的比他广告上面来得好 那他干嘛不要放自己的实际画面啊 你像那些什么3A大作 他们有投放浮夸广告吗 几乎没有啊 因为他们自己的游戏画面就真的搬得上台面 反倒是说 这些明星手游 啊 投放十则广告里面有九则嘛 都跟他游戏 的画面完全不一样 哦不能说不一样啊 完全跟他游戏差的真的有点太多了 哦 差的有点太多了 那如果他游戏本身真的这么好 那他干嘛要 他直接 他直接把这游戏画面当做广告画面就好了啊 啊人家看了 哇塞 这游戏这么漂亮 好 我就真的去下载 也不会到说欺骗社会大众 欺骗消费者 欺骗玩家吧 对不对 啊结果你看 我现在 光是我现在影片说 这些广告说图吗 来 光是这些广告说图 基本上没有一致的 哦 除了道士的服装 之外好像没有什么一致的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做好游戏 这个就是你们口中所谓好游戏吗 哈哈哈 好 那我们就看到这边啊 那证据也可以贴给各位 那就 啊 之后别部影片再见吧 各位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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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